希望通过这个环节 不光给各位瞧见警钟 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呢 提提醒 收快递的时候 注意安全 正规渠道最可好 小生意人 做生意经营过程当中 如果说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 就得找值得信赖的大品牌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而且现在啊 新用户下载杜小满APP 就可以领小微加油站活动 惊喜逃离 规则是这样的 面前每一排有九个箱子 每人在绝对不可以触碰箱子的情况下 选择一个 第一轮九个箱子 两个有水的 两名诈骗分子是知道几号箱子有水的 三轮过后 身上没湿的就获得了胜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判断谁可能比较有嫌疑 第一轮 我感觉我今天应该会挺幸运的 就是我只要腾哥做哪个 我跟他换就好了 哥你运气好 你选定的一定是没水的 只有选吧 哎呀我挑个号不好的 那腾哥咱俩换吧 腾哥咱俩换吧 哈哈哈哈 太多人想跟你换了 对不起我刚不应该怀疑你 腾哥 我后来想了一想 我觉得我错了 是不应该怀疑我 刚来第一个错 我错了 真的对不起 我以为我能跟你换的都轮不到我 哈哈哈哈 行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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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我一下就把我排除 负负德证 没错 但是 我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恒哥是一定知道 肯定会有人要跟他换的 所以他 来了又听来了 你要这样说 我选的快递 绝不是诈骗快递 然后啪一做就完事了 我选的快递 绝不是诈骗快递 过时轩 谢谢腾哥 谢谢 连你把你的给我了 下一个想看谁你们 腾哥先来是吧 腾哥是被动换到了五号 我是被动的 所以我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 我按我的逻辑 我就把婷婷排除掉 对 她如果是一个卧底 她挑一个有水的 特意跟我来换 我觉得她不可能这么明显 如果我这有水 我就百分之二百认为 婷婷不是卧底 好吧 来 我选的快递 绝不是诈骗快递 谢谢 还有七个箱子 里面有两个箱子有水 这样就一二三四伦过去吧 来吧花花 我选的快递绝不是个好快递 走 你这得快速做 慢慢做不行 什么东西里头 水 花花你这裤子穿得蛮好的 来吧小头 还有苏玉小白 没有都没有都坐下来没人掉下去 他没坐 坐了吗 小朋友你是否有了 我杀不去了 这也太轻了吧 第二轮啊 你们自己杀俩 来 我跟腾哥的理念是炮弹绝对不会在同一个坑 哈哈哈哈 腾哥 哈哈哈 拿来吧你 哈哈哈 无话 拿来吧你 哈哈哈 哎呀 这是个啥人呐 哈哈哈 这轮九个箱子有水的四个 啊 那那我不换 我不换 我不换我不换 哎 两名诈骗分子是知道几号箱子有水的 我懂你哥 我懂你我懂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哈哈 这个概率太大了我就跟假人我俩想起人了一九绝对不会有 哦 哎是这样或者你现在你选八了你也可以找我商量可以 换不换换我不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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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咱俩一起好不好 一和九一起 验证我们俩的话是对的 好 好 我们两个小机灵鬼 哈哈 啊九号坤哥 一二三 我选的快递绝不会是诈骗快递 绝不会是诈骗快递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还不错吗 那我咋觉得你这也选呢 不可能你这已经重复了我这还能再重复吗 来我选的快递绝对不是坏快递 哎呀不容易啊哈哈 那证明你这个人有蹊跷啊你哈哈哈 但是哥你的嫌疑没了 我也觉得 腾哥基本是在我这没有嫌疑了 哦 还有七个箱子三个有水 我来试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说腾哥一开始就知道 假设八号跟九号都是有水的 那其实对于腾哥来说换与不换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以腾哥这个记忆力也可能 有可能忘记了九号 记错了 如果我这个有水那腾哥就还是有嫌疑 我何不挑个什么二三一什么的都要知道 哈哈哈哈 你取得了我的信任是 够了够了 来吧 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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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肯定是好人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